而香港對國家來說 也是一個所謂先鋒示範的例案 所以我也很開心 見中央派了這麼多專家來觀察 收集香港應對這個Omicron是怎樣的 因為這些經驗是很重要的 其實到最終控制一個大疫症 是怎樣呢 有三條線要去做一個平衡 第一就要減低那個我們叫做傳播 第二就是如果那些人真的感染了之後 你怎樣去救治他呢 輕症重症 輕症不要讓他變重症 重症不要去到危桌而死亡 第三你所有做上述的兩個策略的時候 你怎樣保證社會仍然能夠運作 也就是我們現在見到我們的醫療系統要運作 我們的屠宰房要運作 我們所有的運輸要運作 這三條線怎樣去拿捏達至一個最佳的平衡 所以動態清靈其實是一種 我們叫做手段不是目的來的 它的清靈的意思不是真的零感染 它其實就要減低那個傳播率 但是同時也要找到那些所謂確診者 應該怎樣很精準去分流去管控它們 使得它們不會由輕變重重變死亡 這些都是整個策略一環球一環 但是所有剛才做的那些都不能夠使得社會不能夠運作 因為你沒有運作你根本做不到頭的兩樣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思考這三樣東西 你怎樣去拿捏得很準確 那個平衡點在哪裏 其實每一個階段都不同的 所以不要將全民檢測作為一個目的區 一個手段 而這個手段你怎樣用好它 就根據你當時那個程度 梁萬年組長說 是床在那裏等人 不是人在那裏等床 這個就要整體的統籌協調才做得到的